請各位 第四單元的外幣匯率 打開這邊有一個連結 這邊網址 實際上我們的需求是希望 能夠把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大概講一下 主要欄位總共有11個欄位 包含日期 加上10總匯率 所以總共有11個欄位 我今天的目標是希望說 能夠第一個把資料直接就匯錄到Excel 第二個的話 可以按按鈕 自動幫我把圖畫出來 讓我看出 到底最近的匯率是漲還是跌 因為漲跌的話 如果你直接看數字 有時候會看著一頭霧水 不太清楚 但一般畫折線圖會比較清楚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們的資料在這個地方 這個資料是金管會提供的 更新頻率的話是每天 另外的話 底下有一些討論 甚至它還有提更多資料 如果你要更多資料 底下有個網址 它這個連結只提供兩個月 OK 我們兩個月大概練習一下 你看看檢視資料 檢視資料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檔案格是CSV CSV的話 底下大概要知道幾件事 CSV的話我們可以直接 就是把它匯錄到 怎麼做待會兒來講 第二個的話 我們底下知道這邊有個網址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匯錄的話 第一個 你要知道這個網址在哪裡 實際上這個網址連結就是 那個CSV檔案的位置 另外的話有編碼格式 這個編碼格式很重要 因為如果假設你匯錄的時候 是亂碼的話 記得你要改編碼方式 目前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所謂的Big 5 就是這個微軟的存檔格 大部分都是Big 5 另外一種格是UTF-8 UTF-8好像多一點點 比如說Google 比如說你是Apple 用Mac電腦產生的格式 大部分都是用UTF-8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資料直接匯錄 之前我們做法是直接點選這個下載 你會幫你點一下 他會自己幫你下載 之前的做法是直接下載之後再把它打開 可是問題如果假設這個資料 每天更新 你每天又要下載 下載之後 你要重新再來過一遍 其實馬上會時間 我們的需求是希望不要下載 而是直接匯錄 直接匯錄 那如果要直接匯錄的話 第一件事 你直接開Excel 然後第二件事的話 我們就寫一個VBA 所以你開這個一個空白的活躍布 開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 再來就是開VBA 因為今天我們直接寫一個程式 就直接把那個 剛剛那個連結的資料 直接就匯錄到Excel 接下來的話你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個自訂功能 你在之前講過 把那個開發人員打勾 OK 打勾之後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VBA開起來之後 當然你如果不開開發人員 前面好像記得有一個快速鍵 ALT加F11也可以 ALT加上F11 其實也可以 但是我是比較建議 你如果要經常使用開發人員的話 那你直接把它打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樣 如果要寫VBA的話 第一步插入模組就OK了 那就把程式寫入到這邊 那這個如果要把資料下載 當然一種方法 之前我跟魏講過 你其實是可以 請TrackGP幫你寫一個程式 你跟他講說 請幫我下載這個連結的 應該不是下載 匯錄這個連結的資料到Excel 的A1儲存格當中 他會幫你寫 不過我發現他給的程式太冷藏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範本 請各位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有一個範本如下 有沒有 這個sub到這個sub 不過這個範本裡面 你可能要自己再加上兩個條件 兩個參數 一個的話就是網址 一個就是編碼格式 兩個東西 OK 要怎麼加 我再敘述一下 第一個先把這個程式C 第二的話呢 你們就直接把它貼到這個 就是 module裡面 接下來的話呢 字放大一點好了 這字太小了 工具選項 把那個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2 那接下來特別注意 有兩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就網址 記得網址是放在這個test的分號 記得喔 這個分號的右邊 雙尼號的左邊 所以 網址我剛剛有講到嘛 網址就是在這邊 OK 檢視資料 裡面有個下載網址 那你就把這個網址 把它選起來複製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把它貼到這個分號的右邊 OK 雙尼號的左邊 好 貼上這樣就OK了 記得貼了之後 就檢查一下 前後不要有空白啦 或者是什麼什麼 如果你貼上之後 假設移開 它是黑字 OK 如果你貼上之後 是紅色字 表示你貼錯了 你可能要check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喔 底下有個紅色的字 叫test file 就是檔案的什麼呢 這個platform 指的其實就是編碼格式的 那編碼格式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是 假如說呢 你的編碼格式 它這邊顯示的是 所謂的編碼格式有沒有 它如果顯示是UTF8的話 那記得喔 這邊有一組數字 可能要記一下 叫65001 OK 如果你是UTF8 可能你要記得 編碼格式 如果是UTF8的話 那你記得喔 這邊就打上65001 OK 那如果它這邊會顯示什麼 BIG5的話 那你這邊就輸入9500 OK 目前這兩組 其他應該比較少見 理論上這兩組應該夠了 那 可是問題來了喔 這邊它給你的編碼格 它說其他 那其他的話 到底是哪一個喔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也沒關係啦 如果假設喔 你不確定的話 那你就試試看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就65001好了 執行一下 OK 你會發現它馬上幫你把 剛剛的資料 匯入到A1這邊來 可是呢 匯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數字跟 數字部分應該都 標準部分應該沒問題 但是呢 裡面中文的部分 奇怪 怎麼會出現這種 奇奇怪怪的 這個符號 那表示不對啦 所以這個時候 沒關係你可以改 改950就好 950 所以理論上不是優貼吧 應該是big5啦 OK 那因為我這邊程式已經寫好了 就是 程式裡面已經 會先把舊資料全部清空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直接下載 所以執行一下 所以你就重新執行一次 它就清空再下載 欸 清空再下載這樣OK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 所以顯然喔 它的編碼格式呢 實際上就是 big5 OK 好 第一個的話 我們已經把資料匯入到 我們的這個工作表裡面了 所以爬蟲現在相對簡單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 假如它是CSV的話 所以 期末報告裡面 我是希望你們 反正資料不要用下載的 你們直接就是用爬蟲 那爬蟲當然喔 我們未來可能會講兩種 常用的 第一種是CSV 第二種是網頁 有沒有 常常網頁上面呢 有資料 以前的做法 可能你要複製貼 複製貼 當你的資料量很多的時候 你一直複製貼 不浪費時間 而且如果今天 它資料更新的速度很快 等你都還沒貼完 資料都更新了 OK 所以你理論上應該 還是要用程式的方式解決問題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已經把資料給下載了 所以第一步請各位就是下載 下載完之後我希望做什麼呢 這邊有十個匯率 美元、人民幣、歐元等等的 可能一直到最右邊應該是紐幣 總共有十種匯率 那這個十個匯率的話 我要怎麼畫 畫個圖好像比較好理解 所以我會希望畫個折線圖 所以之前我們有畫過一個叫 還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但是問題 這個資料要怎麼樣能夠畫一個 才能夠讓它顯示成正確的折線圖 那跟各位講 首先第一個 日期部分 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日期 雖然我們看得出來 人看得出來 但是Excel看不出來 如果是Excel的話 它會把它當一串數字 你說老師不對啊 我看得懂耶 2004年的9月9月2號 應該沒錯吧 可是跟各位講 這個如果以Excel來看的話 它會認為說這個是 應該是個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 二千、二十四萬 好 這一串 OK 所以如果假如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標準日期格式 你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直接怎麼樣 在日期的年跟月中間加斜線 因為在Excel裡面 它會去Check說 你的資料裡面有沒有斜線 如果有斜線 那就是日期 如果沒有斜線的話 那就不是日期 如果不是日期的話 你如果要畫折線圖 比如說我A跟B好了 這個把它選起來 先選範圍嘛 插入這個折線圖 你會發現 你畫出來結果一定是不正確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不正確 因為它會以為這個是數字 不是日期 所以橫軸就出錯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只要你解決哪個問題 就是日期問題就OK了 那日期怎麼解決 跟各位講 如果你是最新的Excel版本的話 很簡單 你只需要加兩個斜線之後打勾 那你說老師那底下怎麼辦 其實舊的版本是必須每個都要自己來 自己加 你說老師那這麼多個怎麼加 沒辦法 舊版 但是新版我覺得比較貼心 打勾之後呢 它會已經格式化成日期了 這個時候你快點兩下 你會發現 它會自己把剛剛的加兩個斜線動作 自動複製到底下 快點兩下 有沒有填滿 對有沒有 它全部都幫你把斜線加上了 那跟各位講 它加完之後 當然09跟02有沒有 0的部分它會把它去掉 因為月份 它就直接把它 就是把0給去掉 因為它把它當數字 有沒有 9月的話沒有09 它就9月 2號的話 除非你格式 自己把它做個格式化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已經把這個格式修正之後 那我們再一次 就是選A1 再選B40 你按去不見 或者你用選取 反正就把它選起來 插入一個折線圖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 它居然就是正常 為什麼 就我剛剛講的 因為它剛剛看不懂 那個是日期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以後 你們假設說用e sale 發現說 我本來想要畫那個圖 為什麼畫不出來 通常就是你的資料格式有問題 尤其是日期 很多人日期搞不太清楚 其實日期概念很簡單 反正一定是黏玉子中間寫線就對了 這個概念如果有的話 我相信你現在畫圖 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好 那你會發現 畫圖跟沒有畫圖 最大的差別 你會發現 一堆數字 跟畫個圖 其實畫個圖好像友善太多了 馬上可以知道說 原來最近 匯率最低點應該是在9月 9月21號 最高好像就這個應該是 9月的這個25吧 OK 所以 其實這個高低落差 其實還滿有點大 光這個時間點 相差的就 0.5 等於是 0.5美元 那如果假設你買的量大的話 光這個價差 其實等於就是 你可以賺這個會差就不得了 如果你低的時候買 高的時候賣的話 那所以請可以試一下 先把這個日期的部分先解決 但問題你說 老師那不對啊 如果我今天 我明天 因為他這個知道會更新 每天更新嘛 如果明天我又再執行一次的話 你會發現老師 那你這個剛剛跟你又重新做完的東西 剛剛又恢復了耶 對 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你要一勞永逸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是在寫一個修正日期的VBA 不然你變成你要土法鏈鋼做一次 我們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喔 把這個資料匯入 然後把那個日期修正 那並且喔 匯至美元折現度看看喔